第1351章 鲁西福龙 除了T0套装部件 还出现了T0.5这种 由T0套装做任务升级才能拿到的好东西 职业套装外加火抗散件 这才是开荒熔火之星必备的条件 就比如说 法师的套装属性里面 带有了一个套装特效 减少是施法伤害所造成的威胁值 意思就是可以减少OT的可能 这在副本里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不亚于一件极品装备了 毕竟熔火之星里面的法师太容易OT 全程都在提心吊胆的输出 虽然套装掉的概率非常小 噩梦难度也没能对暴率造成多少加成 但是架不住这里的怪物多啊 只要愿意在这里耗时间 总有不错的收获 稀有材料也掉了不少 大地之盒是做板甲或者盾牌常用的材料 能够增加护甲值 运气好的话 还能额外出现一个叫做大地守护的特效 大地精华差不多 只不过掉率高一些 所以价值上就略有不如 比较有用的 还有火焰精华和元素火焰 这些稀有材料适合制作火炕装备 属于目前最热门的材料 加入能够打到炽热之河 那就更值钱了 而且这种材料属于万金油的性质 只要是火焰精华和元素火焰能够用的地方 都可以用炽热之河代替 而且效果要好很多 这一路走来 陆里已经收获了不少的稀有材料 如果说熔岩殲灭者移动速度快的话 陆里已经找不到词语 来形容熔岩奔腾者这种怪物了 新的怪物出现 一种是移动速度更快的石头人 这种石头人所过之处一片粉尘 烟尘滚滚中一个碎石组合成的怪物 入出面目 长得和熔岩殲灭者有点像 它只有上半身没有脚 移动的时候 脚下的碎石仿佛受到巨大的吸力 形成了一个如同坦克履带一样的东西 带着怪前行 而一旦身体上有碎石掉落 便有其他的石头及时补上 始终保持着身体的完整 刚刚看清楚它的模样 它已经移动到了你的面前 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怪物 因为它拥有非常有趣的攻击方式 你能看见这种怪物 以非常快的速度滑行并进行攻击 它不仅仅攻击MT 有时候也会脱离仇恨 朝着其他目标滑行过去 每一次被它攻击的人都会被击退 好消息是 这种怪物可以被术士驱逐 驱逐是一种控制手段 陆离的护肩上有一个特效 叫做放逐 和这个效果类似 但是因为陆离不是术士 所以对石头怪目标无效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荣火之星副本中术士的地位 显然高过法师 至少石头人无法被变扬 由于火属性的缘故 冰环等控制魔法 也会受到影响而被削减 然后还有一种移动速度 稍微慢一点的怪物 上古熔岩恶犬 这是一种 游荡在荣火之星里的笨猪怪物 说它笨猪 是因为它体型显得笨重 移动速度简直如同龟爬 然而 它们却是最初荣火之星里 比较难对付的怪物之一 它们在副本里刷新得非常快 有时候 你打着打着怪 刚刚才杀死的这种怪物 就又刷新了出来 更坑爹的是 这种怪物 具有非常大的仇恨激活范围 它们的正面撕咬 将会攻击到前面180度内的玩家 所以必须让MT 把它拉得背对人群 不过 当它想要喷火的时候 MT就拉不住它了 它会随机地 从一个方向开始绕圈 那火焰喷吐的到处都是 对玩家 不仅仅是造成伤害那么简单 还有短期的昏迷状态 减少20%火炕 减少50%施法 或者攻击速度 减少30%的魔法值等等 还好这些攻击效果 不是集中作用在玩家身上 不然直接投降算了 打这个怪物的时候 团灭了两次 一次是刚接触 不知道深浅 另一次 是因为不小心 引到了旁边的怪 路里也没啥好说的 不可能全程没有人犯错 就当是交学费了 杀死这个怪物之后 路里让洛英回忆上来包皮 他 手持极品包皮小刀 就算是 BOSS也能给他包下一层皮 这种小怪 就更不用说了 一张熔岩鳄犬皮 轻而易举的就被包下来 路里小心翼翼地收起来 觉得这种怪 虽然难杀了一点 但是至少收获 还是蛮不错的 首先是 这张皮 值钱 已经不足以来形容它的价值 虽然不是稀有材料 却有着和稀有材料相当的价格 其次是经验值 这种 上古熔岩鳄 堪称副本里的经验宝宝 杀掉一个 就够大家的经验调 颤抖一下 最后是传说中的 熔岩鳄宠物和坐骑 前面两个 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收获 最后一个说法 由来已久 但是路里却嗤之以鼻 他上辈子 见过熔岩鳄犬宠物和坐骑 前者是养着玩的 主要用来观赏 猎人职业养大了之后 做几个任务 或许还能把它转化成战斗宠物 不过也有一些猎人 拒绝做这种任务 因为没有转化的熔岩鳄宝宝 一点都不凶恶 反而是出了名的萌 深受一些 喜欢狗狗的女生青睐 至于熔岩鳄坐骑 那个属于最拉风的坐骑之一 掉落得非常少 路里也几乎没见过几只 路里 嗤之以鼻的是 根本就不相信上古 熔岩鳄犬这种小怪 会掉宠物和坐骑 换作是二号boss马格曼达 还有点可能 指望小怪掉坐骑 这些人是想宠物 想坐骑想疯了 一路推过来 很快就来到了第一个 boss鲁西扶龙的面前 鲁西扶龙是一个 类似那家的怪物 同样有着蛇一般的尾巴 只不过他的身上 并没有背鳍和鱼鳃的存在 而且颜色差别很大 他带着一种熔岩的色泽 一看就是火属性的怪物 而且他们的身上 长满了锐利的尖刺 每一个都高高地耸立起来 配合着那庞大的身躯 确实是给人 以一种恐怖猙獰的感觉 走到这里 大家都已经很累了 毕竟之前 都没怎么正式地休息过 路里干脆就宣布就地休息 算一下时间的话 居然已经过了两三个小时 这么长时间才见到 boss 在熔火之星前面的那些副本里 根本无法想象 第1352章 没快 休息的时间里 玩家可以倒头就睡 也可以闲聊打屁 也可以下线吃喝拉萨 总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放松方式 指挥官对此 是不会有任何意见的 路里本人却没有什么太累的感觉 毕竟咱是穷苦人家的孩子 没那么娇气 比这更累更苦的事情 多了去 他溜大了一圈 观察着这个上辈子 都没能进来的地方 采了几株熔岩环境才有的草药 打算将这种东西 添加进毒药的制作当中 说不定能够让制作出来的毒药 带上火属性的伤害 尽管大家现在都在追求火炕 可是火系伤害 仍然拥有最大的收益效果 然后路里便看到了水精灵 和他一起来的两个威宇哥同伴 都不在他身边 也没有裁决之鉴的人 赶上来打招呼 所以水精灵就那么孤孤单单 一个人坐在一个岩浆池的旁边 背包里 带着椅子这种毫无价值的东西 水精灵确实是一个很讲究的人 路里走到跟前才发现 水精灵的手里 持着一个白玉般的杆子 另一头是一个银丝鱼线 翠绿色的鱼飘 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 居然在岩浆里浮浮沉沉 而没有任何损伤 这妹子居然在钓鱼 用的是什么鱼儿 路里在水精灵的旁边蹲下来 她可不敢坐下 这里的地面非常灼热 对裤子装备的损伤很大 火焰虫 岸上爬的到处都是 不过我估计 这里面没什么活着的鱼侠 钓出来的都是材料 水精灵地给路里一样东西 从物品形态来看 显然不怎么可爱 就好像一个头颅一样 死者的鲁骨 好吧 路里记起这种东西了 一种比较不错的材料 仅只存在于一些环境 比较复杂的水域 所谓的复杂水域 这种岩浆池 也属于其中一种 还有沼泽 这是比较确定的水域 不过无论是什么样的区域 它们都必须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必须死过人 死得越多越好 头颅是智慧生命 最坚硬的部位 据说死亡之后 灵魂的力量 会让头颅更加坚硬 所以才耐得住岩浆的高温 这里是熔火之星 无数的矮人在 拉格纳罗斯的火焰中丧生 后来还有进攻这里的黑石兽人 如果不是因为火焰的力量 矮人和兽人的尸骨 应该早就遍布这片土地了 上面没有任何介绍 只说了是材料 水精灵拉起鱼竿 再次获得了一个死者的颅骨 这东西对你有用吗 他从来没有听说 炼金术应该用得到 陆离确实知道 炼金术 用这个东西入药吗 水精灵目瞪口呆 这里是游戏不错 现实中也没人敢拿死人头骨 搞什么名堂 但是用来做药 还是太耸人听闻了一些 想想你喝的药剂里面 有死人头骨的成分 恐怕肠胃一定不会很舒服 毒药 这些东西多给我吧 我试试看 能做出什么毒药 陆离也不客气 原来是毒药 那好吧 你做出来之后 如果效果很好的话 记得分给我一点 水精灵 直接就把身上所有的死者的颅骨 全都给陆离了 完全没问题 不过 我还需要做实验 等摸索出相应的配方才行 这点材料不太够用 陆离拿出自己的鱼杆 也打算参与到钓鱼的行列去 可惜他的鱼线太过于低端 属于系统 商店里出售的低端货色 刚扔进年江里 没多久就化成灰烬 南南 女土豪喊了一声 自己的同伴 借用一下你的钓杆 你不是有吗 干嘛要借我的 星星南南 正在一个躺椅上躺着休息 此时估计懒得动弹 头也不回地 硬了一声 水精灵有些无语 他将自己的钓杆 递到陆离手上 然后站起来走了过去 让他在这样的大庭广众下 说是替陆离界的 他还真说不出口 这和洒脱不洒脱没关系 女孩子在某些方面的矜持 是天生的 所以他干脆跑过去说 也不知道嘀咕了些什么 片刻之后 水精灵就拿着一个钓杆回来了 手里还拎了一个椅子 显然也是为了陆离界的 陆离的背包里 从来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除了钓鱼大赛那次 他平时很少钓鱼 即便是钓鱼 也是蹲着或者站着 他还在往这边看呢 陆离接过椅子和鱼竿坐下来 刚瞟了一眼 心心淡淡似乎也不躺着了 此时政府在他的躺椅上 往这边偷偷地看 看得陆离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反正裁决之间这边的人 没有谁敢如此的明目张胆 作业太少 闲的 水精灵淡淡地说道 原来他还是个学生 那就让老师给他多布置点任务 陆离表示 理解 他的钓鱼技能并不低 很快就甩了一杆 钓上来一个煤块 这玩意纯粹 充数 虽然工程学能够用到 但是商店里 十几个铜比一块的价格 让他毫无价值 我觉得有气泡的地方 更容易掉出来东西 水精灵说道 啊 或许 是这样的吧 陆离觉得很扯 但是他已经学会了 在这个时候聪明地闭嘴 没必要和女生较真 听他们说的话 毫无道理可言 这个副本不太好打 沉默了片刻之后 水精灵说 哪一个副本有好打呢 如果玩家太轻易的 就把副本拿下了 游戏设计人员 一定会被扣奖金 陆离说道 他这个人看问题 喜欢去探究问题的本质 玩家和玩家有斗争关系 其实设计人员和玩家 同样如此 生命力长久的游戏 必须有难度才行 一个小队随随便便 就能推倒大boss 一个人拿着把匕首 从街头砍到街尾 不管客观理由有多么充分 都无法改变 游戏很快就会倒闭的事实 但是你似乎很有信心的样子 水精灵忍不住说道 在此之前 他都在想 到底会用多长时间 拿下这个副本 没想到陆离 居然如此悲观 我是很有信心啊 反正副本做出来 就一定会被拿下 早晚的事情 如果 设计人员做出来的副本 没有人能打通 一样是败笔 实在不行的话 游戏公司会通过 系统更新的方式来 调低难度 陆离理所当然地说道 我调到了一个稀有材料 火焰精华 水精灵强调说道 在有气泡的地方下的钩 你调到了什么 煤块 除了煤块 还是煤块 陆离 将新调出来的煤块 扔到了地方 这东西放备包里 都闲占位置 他重新下钩 将鱼钩甩到了一个 冒着气泡的位置 女人真是小气 不就是刚才语气敷衍了一点吗 第1353章 鲁西扶龙 老大 后面的怪 开始刷新了 有人汇报情况 在老姨没推掉之前 老姨前面这些怪事会一直刷新的 而且刷新的还不算慢 天下带人去解决吧 我要钓鱼 陆离坐在椅子上 屁股都没挪动 一下 他说要钓鱼 所以水精灵也没起来 两个人悠哉悠哉地 在那里钓鱼 其他人心里暗骂狗男女 还必须老老实实地去干活 好在大家 对这些怪物 已经非常熟悉了 少两的盗贼 根本就没什么影响 而且重新刷出来的怪物 在数量上要少太多了 十分之一都不到的样子 根本就没必要投入太多的人力 清理完心刷出来的这些小怪 陆离便宣布正式开始攻略 BOSS 没什么好说的 MT上吧 先把周围的小怪 拿过来清理掉 注意别引到BOSS和他小弟 那两个火妖 其他人也都注意点 我明确地告诉大家 以小怪的难度来看 我们第一次铁定打不过BOSS 但是任何死亡 都必须是有价值的 这一次 咱们尽可能多地探探BOSS的牢底 陆离说话的语速非常快 他并没有盲目地鼓舞大家 换做一般时候 一鼓作气非常的有用 说不定可以创造奇迹 但是作为众生者 即便是没有打过这个副本 陆离也知道 融火之星的难度 开荒注定是一件很长久 而且艰难的事情 盲目的鼓舞士气 只会在反复的团灭后 给大家造成更深刻的疲惫 先定个小目标 比如 挣他一个亿 呀呸 事先摸摸底 弟兄们 我先上了呀 清理完小怪之后 蔚蓝海峰吼了一嗓子 硬着头皮冲向了BOSS 至于BOSS的两个小弟火妖 自然有有形天下和 飘零两个人接手 这个副本一般的团队 都只会带两个MT 也就是 陆离为了方便对付小怪 才带三个MT 这样虽然输出少了一个人 可是团灭的风险 也少了很多 老大 先杀什么 指挥官不说话 让大家很猛逼 先杀火妖 这不是废话吗 陆离说道 这两个火妖是可以被杀死的 其实在不知道小怪 能不能杀的情况下 大家总要先尝试杀小怪 因为小怪总是会一些 比较诡异的技能 比如汤圆被控制住了 站在芝麻馅 汤圆旁边的人 出声喊道 芝麻馅汤圆 被火妖施法魅惑 这也就意味着 他叛变了团队 这还不算完 一个术式的 叛变影响不大 派个什么职业 把他控制住就行 关键是 这种被控制单位 他会分身 一下子就变成了五个 飘零过去 把汤圆拉住 天下 拉住两个护卫 封少尼 继续打BOSS 陆离一边输出火妖 一边淡定地指挥着 他沉稳的声音 或多或少地 让大家有了一些自信 有些指挥 喜欢大呼小叫 而且一遇到事情就紧张 殊不知 这种指挥下的队友们 也会被他的情绪影响 每一个都一模一样 脚底下也没有光环 攻击防御也一样 这下有点不好 搞了 飘零汇报了一下情况 圣骑士群拉开始不错的 倒也没有任何一个汤圆 没被拉住 攻击怎么样 陆离问道 非常高 飘零眉头紧锁 我现在是开了减伤 不然的话 估计扛不住 这可是五个同级术士啊 而且你大爷的 汤圆 你没事把装备弄这么好干嘛 估计全都插石头 强化附魔了 杀了他 陆离不假思索地说道 大家无语 老大 虽然控制不了自己 但是汤圆 还是可以在团队频道说话的 我觉得我还可以抢救一下 卫毛放弃 我放弃得如此干脆 速度杀掉 然后解决火妖 哪来那么多废话 陆离严肃地说道 被火妖魅惑的人 确实必须杀掉 这在一开始的攻略中 属于无解的问题 后来系统削减这个副本的时候 让这种魅惑 分身变成了一种魔法 牧师的大驱 就可以将它驱散掉 既然陆离这么说 大家只能服从命令 芝麻馅汤圆 没撑过五秒钟 他毕竟只是一个 只有三千斜的小书士 皮薄线大的不假职业 大火的技能 一窝蜂地砸上去 立刻就让他扑倒在的 然后继续转火 BOSS的两个小弟 第二个被魅惑的是小巴将 他是治疗职业 虽然不能对大家造成芝麻馅 汤圆那种伤害威胁 可是他会给BOSS加血 五个小巴将一起加血的话 还是很恐怖的 所以大家同样是 第一时间就解决了他 正当大家提心吊胆 下一个被解决的人是谁 BOSS终于不甘心 被小弟抢风头了 他给大火上了一个诅咒 诅咒附近的敌人 燃烧他们的法力值 怒气值和能量 并使他们的所有法术和技能 所消耗的法力值 怒气值或能量值提高100% 持续五分钟 而且这是一个群体技能 眼下作用的范围非常广 也许有人会觉得 这技能没有什么伤害 应该不太影响打BOSS吧 可是一旦放任不理的话 战士和盗贼的输出 就大打折扣 法系职业的蓝条 也会迅消耗掉 尤其是牧师小德骑士 这三个治疗职业的蓝浩镜之后 也就意味着整个团队的末日来临 足足五分钟 如果这个状态持续下去 大家就别指望打怪了 法师 解诅咒 陆离心想 终于来了 他将目光移动到了青城域 短路 花底离情这三个人的身上 然后就看到他们 心是茫然了一下 然后才手忙脚乱地 去解除队友的诅咒 法师在副本中 很少被安排任务 至少在此前的副本中都很少 即便有一些诅咒出现 无论法师会不会动手解除 都不会影响到团面那么大 所以当陆离喊他们 解除诅咒的时候 他们都有些猛逼 还要花时间去分辨 谁中的诅咒 这和操作没什么关系 他们都在专心地输出 还要小心翼翼地不去OT 根本没有人去关心 什么诅咒的事情 至于同样可以 解除诅咒的德鲁伊 小八将此时还在地上躺着呢 等到大家身上的诅咒解除掉 几个法系职业的魔法 都少了很多 有的甚至已经见底 至于两个奶奇 他们已经发出了救援信号 而且只能用小的 加血技能支撑了 法师 你们脑子里在想什么 陆离拼命地忍住了吐血的冲动 花底离情虽然不是PVP玩家 但是他跟着陆离 打了这么长时间的副本 反应比一般人要快多了 短陆是一个很有天分的玩家 现在或许有一些不足 但是不足到这种地步 也确实让人崩溃 秦承允就更不必说了 你压得一个赛手 要不要这么费啊 最该骂的 就是这姑娘 可惜人家 不是裁决之间的人 陆离也不好单独 把他拎出来骂 不好意思 下次一定第一时间解除诅咒 秦承允连忙说道 他倒也算是勇于认错 而且 他也有自信 下一次会做得更好 另外两个法式健壮 都表示明白了自己的定位 我宁愿你们三个不要 输出 也必须解除掉诅咒 现在没法打 都快点死吧 陆离最后目吼道 挑灵 你个萨比 要是在干涉残梦的宠物 信不信我把你的DTP扣成复数 第1354章 末日破镜 老大 怎么办 大伙傻眼了 这已经是第二次重新来过 一开始被魅惑了一个 无足轻重的输出角色 大家很淡定地把他杀了 完全没有手刃同袍的罪恶感 因为这祸居然有女朋友 此时大家终于找到了光明正大 干到他的机会 心里只觉得爽 然而下一个被魅惑的对象 就非常重要了 以至于众人不敢自作主张 不是蔚蓝海峰 就算是蔚蓝海峰被魅惑了 也大可先干掉他再说 反正有有形天下和 飘零两个 MT 总能支持一会的 杀了 我 陆离也超郁闷 爱麻 今天什么日子 单身狗的逆袭吗 先是干掉了一个有女朋友的 现在又要干掉一个 刚刚还在秀恩爱的 真是大快人心啊 大伙一脸沉痛地对着陆离 疯狂释放攻击技能 嘴上说不要 身体却很诚实 那个谁甚至都把大招 都丢上去了 陆离很快就被撂倒 五个陆离也没用 八将把我拉起来 他当然不可能一直躺着 死去之后 玩家的视野变成灰白色 而且视角和距离 都会影响观察 作为一个指挥官 不可能躺在地板上 舒舒服服地指挥 战斗 小八将乖巧地把陆离战富起来 最后补充了一句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我只收三百金币 谢谢慧顾 欢迎下次再来 陆离懒得和他计较 他必须提醒上次犯错的几个家伙 打起精神来 我的大法师们 要是这次再用几十秒钟 才把诅咒解掉 可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尤其是你心性喃喃 你现在代表的 可是微语格全体法师的水准 保证完成任务 心性喃喃咬着牙说道 然后扭过头和 旁边的残梦说道 梦梦 我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叫他陆八皮了 你还是到我们工会来吧 有很多漂亮的小姐姐哦 漂亮的小姐姐 快看 Boss要放诅咒了 残梦指着 Boss叫道 然后又是一团盲乱 不过虽然乱了一些 但是和上一次比起来 几个法师解诅咒的效率 却快了很多 解除诅咒的技能 属于顺发技能 施法动作也很简单 最浪费时间的 法师选择目标 当然 鲁西弗龙的诅咒 携带者 烧兰和浩兰两大力气 即便是解得再快 也会造成影响 更何况法师们的 速度远远低于 陆梨的预期 他叹了口气说道 继续打吧 下一次出现诅咒的时候 谁中了诅咒 谁就叫一声 也方便法师找目标 这个也要我说 你们都快成 牵线木偶了 过了一会 他又忍不住吐槽 你们老是看着 Boss做什么 速度打火腰啊 想被他继续魅惑吗 然后大家才反应过来 目前的主要策略是 先杀小怪再搞定Boss 其实 大家也能感受 得到陆梨的胶着 这个副本 或许让他也感到了压力 不然他平时的言语 没这么毒蛇的 好吧 是不会一直这么毒蛇 两个火腰终于被杀掉了一只 然后又有人 被剩下的那只魅惑掉 陆梨 只能忍痛干掉这个队友 这种常规性的简员 很让人淡疼 而且 这一次简员的 还是奶奇 失去一个治疗 比丢掉两个DPS还惨 好在火腰很快就被干掉 不需要那么多MT 奶奇的作用 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攻略 早期版本的这个Boss 有的团队 喜欢多带回战俘的德鲁伊 倒也不失为一种取巧的办法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陆梨也很有可能会这么做 毕竟现在最主要的是 快点打掉Boss 而不是珍惜无所谓的CD 末日破镜 末日破镜 在十秒后 对附近的敌人造成 两万点暗影伤害 就是这个技能 陆梨的心立刻就提到了 嗓子眼 火腰魅惑 鲁西弗龙的诅咒 末日破镜 这是鲁西弗龙最难的 三个地方 无数团队在这里灭的死去活来 也正是这三个难点 将很多无组织 无记录 无配合的散人团队 关在了熔火之心的门外 正如末日破镜这个 名字所表达的那样 十秒之后 末日就来了 因为中招的人 会在十秒之后 遭受两万点伤害 两万点伤害啊 这妥妥的 可以秒杀在场的任何职业 至于说用无敌技能 或者特效巨挡 拜托 有无敌技能和特效的玩家 才有几个人 更何况末日破镜的这种伤害 无视防御 无视无敌 圣骑士 开着无敌 法师 立刻冰箱 也照样被秒杀掉 曙光里的 副本 在刚出世的时候 都有些超纲 后来有一位设计人员表示 并不是他们想要难为死玩家 而是上面 给的要求 就是 必须有相当的难度 当这个要求作为 业绩指标 落到设计人员的头上后 就出现了现在这种情况 所以 曙光每一次的系统更新 似乎都在削减副本难度 更让玩家绝望的 还有一点 很重要的 一点 那就是 不管是诅咒 还是末日破镜这个魔法 他们都是AOE技能 打过BOSS的人都知道 这种群体攻击会 造成什么样的灾难 就在陆离刚要 喊话的时候 他突然闭上了嘴 因为一个虚化出来的 原型法术效果出现了 效果一直往外蔓延 直接作用 到了中了末日破镜魔法的玩家身上 然后是另外一个圈圈 群体驱散 驱散半径15码范围内的魔法 从5个友方目标身上 移除全部的有害法术 并从5个敌方目标身上 移除一个友谊法术 这种驱散法术非常强大 可以移除通常无法被驱散的法术 传说中的大驱 三月雨 目前的招牌技能 陆离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真是被鲁西弗龙的诅咒给吓傻了 居然忘记三月雨 有大驱技能 虽然从效果上来说 末日破镜更加致命 诅咒只是捎兰耗兰 不会直接死 而末日破镜 却是实打实的秒杀技 但是 当有大驱目失存在的时候 末日破镜 反而成了最简单的东西 像三月雨这样无脑的驱散 就行了 陆离突然对击杀 鲁西弗龙充满了信心 只要 三个法师猛地打了一个机灵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们觉得 陆离看他们的眼神 变得好阔怕 第1355章 关键一战 这一次 还是没能成功 鲁西弗龙的血量刚过半的时候 有几个人就彻底没有魔法了 所有回复魔法的手段 都已经用尽 对于这些法系职业来说 没有了魔法 就好像是老虎没有了牙齿 或许比这个还惨 老虎没有了牙齿 还可以用爪子 难道指望这些法系 用法杖去敲吗 还是解除诅咒的问题 短路你 刚才慢了 陆离稍微平缓了一下心情 抱歉 我的错 短路 轻轻地说道 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情绪 或许是因为身体不太好 他很擅长 控制自己的情绪 其实道也不是他动作有多慢 之所以被陆离点名批评 那是因为 他重复地解除了一个目标身上的诅咒 这个目标 已经被心情喃喃解除掉诅咒了 这样一来就做了无用功 浪费了时间 是喃喃的错 他解了自己不该解的人 水精灵道也不是护短的人 好吧 下次我一定不乱方技能了 心情喃喃吐吐舌头 刚才他去解了短路的目标 那么断路 就只能取消技能 转头去解剩下的哪一个 原本该由心情喃喃解诅咒的 按照我给你们的分组进行操作 站位也是为了方便你们解诅咒安排的 下次就真的要扣分了 陆离说 三个法师总会有出现失误的时候 或者一个 或者两个 或者一起犯错 就算法师不错 其他职业如果出了问题 照样可能会连累到整个团队 40个人的队伍 容错率并不比15人或者10人的队伍高 而犯错的概率却翻倍地提升 一次又一次的团面 半天的时间都投入到上面去了 第九次 这是第九次团面了 陆离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得感谢你们 让我见识到了 各种各样的犯错方式 让我大开眼界 不过既然表演完了 是不是应该打完boss 然后回去吃饭 我建议加大前期的输出 力度 飘零 插嘴说道 说说你的看法 法师姐诅咒 现在问题不大了 暂时忘记他们 导致了多少次团灭吧 咱们不能把一次攻略的希望 全都压在他们身上 我觉得 如果火妖的魅惑 威胁更大一些 三到五个人的损失 是后期爆发 也找不回来的 还不如一开始就爆发呢 听起来不错 那这一次就先爆发杀火妖吧 陆里很赞同的点头 游戏圈的指挥官 或者简单的称作 团长 已经属于泛滥的概念 这年头能带着人 照着攻略 按部就班的打通副本 就可以自称合格的指挥官 其实真正的指挥官 最起码要懂得变通才行 开怪之后 魏蓝海峰这次拉的 就不是boss了 鲁西服龙被 交给了有形天下 飘零 还是负责被魅惑的人 魏蓝海峰 这次负责拉两个火妖 她的手法 技能 装备 都比有形天下略高一筹 能够快速 而稳定地建立起火妖的仇恨 这样 其他人才敢放心大胆地全力输出 第一个被魅惑的是 胡子渣渣 胡子渣渣 是裁决之剑里 输出很强力的一个猎人 她更擅长的是 走位 曾经有几次单挑boss 将boss风筝死的战绩 然而 不管她的输出有多么高 陆里都必须命令杀死她 第二个被魅惑的 居然是花底离情 这个就有点悲剧了 兵法在鲁西芙蓉这里非常重要 所以在花底离情被杀死之后 陆里立刻就让小八将战斧了她 此时 活妖已经悉数被杀掉了 四十人团全力输出的结果 就是如此的强大 而相应付出的代价 自然也不小 嗜血开了不说 大家也都用了各自最强力的输出手段 至少接下来的 这次战斗中 所能用出的强爆发手段 已经不多 陆里干脆把胡子渣渣也拉起来了 多一个强力输出 有可能让鲁西芙蓉少用一次诅咒 八将 不用你治疗了 你看下二队的人 如果中了诅咒 你就帮着解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就帮着叶瑟给MT加血 叶瑟 等一下 如果你中了诅咒 就不要再加血了 等诅咒被解掉之后 再加 法师德鲁伊 优先解除治疗的诅咒 到目前为止 这一次都打得非常不错 陆里不断地调整战略 胜败 再此一举了 虽然还没到游戏结束的时间 但是大家的精神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战斗 已经疲惫不堪 团灭之后再继续 也不见得能有这一次的局面 大家看到陆里严峻的表情 知道 指挥官先生 这次动争格的了 他们全都打起了精神 打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没有谁不盼望着 快点打掉这个 BOSS好脱离苦海 三月 注意你的魔法 减少 加血力度 其他人都注意自己保命 陆里必须确保大驱牧师 有足够的魔法值 来释放大驱才行 一旦三月雨 没有了魔法值 那么这次打掉 BOSS就没了任何可能 我这里有个特效 或许可以帮忙 水精灵 伸手在自己的徽章上点了一下 然后一道绿光 笼罩到了三月雨的身上 然后三月雨的魔法 就肉眼可见地恢复起来 直到恢复了接近一半 才停下来 你怎么也会激活 小八将的激活之前 就给三月雨了 陆里没想到水精灵 也有类似的能力 效果比不上德鲁伊的原版 我一直觉得这个特效 对我来说是鸡肋呢 而且 一天只能用一次 之前都没敢用 这次看有希望过 希望不会浪费 水精灵 之所以解释得这么清楚 自然是不希望 裁决之间的人认为 他藏私 非常棒 陆里不令赞赏 大家有什么手段 都拿出来用吧 这一次要是过不了 咱们就只能明天再打了 还别说 这些家伙们 平时看着都特别老实 谁知道几乎每个人 都有点手段 这让陆里松了口气的同时 又觉得无语 看来他也必须学习 其他团队的那些团长了 外面的那些团队 就算是野团 团长都会尽可能地去了解 队员都有些什么能力 这样有助于 他指定战略 陆里一直没有这类传统 毕竟他的固定团 原本就十个人 大家都是一起打副本 走到现在的 其他人身上 都是些什么装备 他几乎了如指掌 现在阵容扩大了 而且还加了三个 未语格的人 新的规矩 就必须确定下来了 第1356章 开始分装备 狂暴了 好 继续加油 陆里的兴奋 已经形之余色 倒不是说他多么地喜欢 BOSS狂暴 尽管鲁西福龙 不是那种攻击力超强的BOSS 可是他一旦狂暴起来 也照样有概率秒杀 蔚蓝海风 到时候 就算不团灭 也会伤亡惨重 陆里兴奋的原因在于 只要进入狂暴阶段 鲁西福龙就不会再释放 诅咒和末日破镜这两个技能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个叫做 暗影阵击的AOE技能 这个技能伤害不低 而且属于群伤 但是比起诅咒和魔法 可以说已经 回到了正常人 所能接受的合理范畴 风少拉好 天下准备 一旦倒替 你就立刻接手 其他人什么都不需要管 放开了输出 陆里希望不会再出意外了 这个阶段最关键的 其实就是 MT能抗住 治疗能够加好 现在三个 MT都还活着 治疗的魔法 也还能支撑 如果再失败的话 那就真心坑死人了 大伙也都知道 到了最后关头 愈发的小心翼翼 火焰将会主宰事件 丢下一句假大控的 无聊台词 鲁西扶龙 这个让裁决之剑 魏宇格联合攻略团 灭了近十次的怪物 终于倒下 更强的 BOSS 更加团队化的操作要求 荣火之心 即便是在几年之后 都将会是最经典 也最具难度的副本 现在却被陆里带着人 拿下了第一个 BOSS 他不知道 上辈子是谁创造了 这样的记录 但是这一世 却永远刻上了 他陆里的名字 重生之后的虚幻感 一直存在陆里心中 只有这样一次次的改变 却永远刻上的金币 飘零打断了陆里的陶醉 应该说从15人本开始 正常的团队 就已经开始实行 金币充弓制度了 也就是摸装备的人 退出团队 拾取BOSS掉落的金币 这样 BOSS掉落的金币 就全都被一个人拿到 这个人会把金币交给团长 有时候是团长自己来摸 但是以陆里的黑手程度 没有人会希望 他去开尸体 退团摸吧 陆里说道 这个问题 他已经考虑很久了 并且专门去请教了猫爸 木秋等游戏圈的老油条 这才决定 剥夺大伙 一块分金币的权利和乐趣 木秋当时说的话 让他触动很大 不要把让别人 把你的好当成理所当然 一起分金币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或许会很感激团长 但是时间久了 他们不由自主的 就习惯了这种分配 并且把团长 让出来的这部分利益 当成了理所当然的福利 就拿鲁西扶龙来说 他掉的金币 大概有2000多 分到每个人头上 都有几十 这些钱 如果陆里拿出来 分给大家修理装备 大家会觉得 工会真好 还包了修装备的钱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有的人就难免心生怨气了 工会真扣门 居然连修装备的钱 都要大火自己掏 至于BOSS掉的金币 就成了理所当然应得的部分 更重要的是 陆里必须考虑 工会其他的团队 开荒团的一些制度 也会被精英团拿去用 如果陆里 坚持大家直接把金币平分掉 那么精英团 也只能大家平分这些金币 长此以往 问题会雪球般的越滚越大 当然 听到陆里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 大家还是有些失望的 不过这里 没有谁会真的在意几十个金币 注意力很快就被接下来的事情转移走了 小红手 请开始你的表演 给你金币 小柴米水汪汪的大眼睛 全都是不舍 但还是把金币全都给了陆里 他决定等一下一定要摸 很多好装备 然后挨个的要红包 不给 就哭给他们看 陆里当然不会客气 而且这些金币 他也没打算私吞 下次再进来打本的时候 一旦团灭的次数太多 就必然需要修装备 到时候 他就可以将修理机器人 设置成免费模式 大家修装备全都不要钱 当然 系统还是会按照正常的价格扣钱的 只不过是从陆里的钱包里扣 石头三颗 强化石 22克 好多的石头 可惜没有特别值钱的 小猎人摸出石头 还不忘点评一二 他现在眼光可高了 这种暴击伤害加15%的极品石头 居然都不被他放在眼里了 法系职业的法杖上 如果能够插一块这样的石头 只要暴击率不是低的 令人发指 暴击伤害的效果会立竿见影 看到这块石头的时候 法系职业的眼睛都绿了 分配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 陆里让他们 把60级的武器都发出来 对比一下武器的属性 还有上面插的石头 武器太差 就别浪费这么好的石头了 主要是找武器好 而石头比较差的 最后给了猫猫爱吃肉 他那把武器上的石头 实在是太炸了 可以找铁匠直接换掉 当然 这种大型的副本分配 拿任何东西 都是要扣DTP的 一块石头的DTP 并不比装备少多少 至于其他两块合成石 就确实如残梦所说的 很不值钱了 三本技能书 两本活法的 哈哈 这里居然一个活法也没有 残梦都忍不住笑了 两本活法 一本术士 都是不错的技能书 术士的技能书 给了芝麻馅汤圆 活法的留在陆里那边 到时候会分给需要的人 其实 陆里这种分配方式 和外面也不太一样 外面出了什么东西 需求的人 直接出分 价高者的 那杀的才叫一个鲜血淋漓 撕破脸的 都大有人在 陆里这边 完全是挑出需求最高的 然后再结合需求的人数 物品的价值 由陆里本人 裁定一个合适的DTP数值 倒也不是最低价拿东西 大家对它的眼光 和公正力度 心服口服 然后是几件稀有材料 和之前小怪调的 都差不多 全都一直放在陆里那边 这些算作裁决之间工会的财产 即便是魏宇格过来帮忙的三个人 都无法参与分配 只有在他们特别需求 而陆里这边 有没什么人要的时候 才会直接分配给他们 然后 才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曙光这款游戏 装备 凌驾一切 至少在普通玩家的意想之中 只要给他们一套顶级装备 他们混的就不会比什么 消磨陆里差 第1357章 标分 最先出场的是一件 暗金装备 火炕比较高 属于圣骑士 板甲输出装备 在圣骑士这么多的队伍中 自然不缺市场 陆里只能让他们自己出分 装备就没办法按照之前的原则进行分配了 因为装备可以交易 需求不那么大的玩家 大可拿了装备之后 把原来的拖掉给需求特别大的 DTP立刻狂飙起来 那速度 让陆里都觉得心惊肉跳 这些家伙 就不怕后面出更好的装备吗 不过是一件属性很不错的暗金而已 其实 别人的想法和他不一样 尤其是这些新加入团队的 他们并不确定 陆里会不会给老队员开后门 真要是出了极品的传奇 能不能轮到他们这些新人还另说呢 最后分数标到了65分 一路离之前40分把宝石 插给猫猫爱吃肉还要狠 要知道 DTP并不是那么容易赚的 就比如这次的活动 集合5分 迟到的话 这5分就没了 解散5分 意味着必须坚持到团长宣布解散的那一刻 打掉鲁西富龙这个BOSS每个人 也就得到10点DTP而已 但是由于这是开荒 所以击杀BOSS还能获得击杀分数 乘以0.5的额外加分 也就是说 鲁西富龙给大家带来了15分的DTP MT额外获得2点 FT额外获得1点 治疗职业全都是额外一点 指挥官也是额外一点 摸尸体的小红手额外一点 60点DTP 那是一件传奇装备的价格了 然而 既然他们乐意出这个DTP 陆里也不会拦着 团长的和DTP有仇 让队员花掉他们的DTP理所当然 不然等到以后大家的DTP都烂在手上 那就通货膨胀了 正常的标准 应该是团长中不存在分吧 即便是新来的成员 也能很快赶上平均水平 第二件是黄金 属性虽然不错 可惜在这里没市场 第三件和第四件同样如此 这三件东西陆里分别了三个MT 他们这类职业吃的合计更加昂贵 而且修装备也是大头 步步贴一下 真心玩不起MT 然后又是一件暗金 熊蹄试用 这里没有需求 水精灵出了基础分 就拿走了装备 他们家有一个熊蹄仓水掌戈 水精灵拍了装备 回去增强自家熊蹄的实力 这种事情当然没人反对 本来是卖不出去的东西 现在有人买单何乐而不为 当然 就算他不要 陆里也可以拿去给精英团的人用 第五件终于出了传奇装备 从残梦那眯起来 呈月牙的眼睛 就可以看得出来 小丫头骗子笑起来特别的可爱 传奇装备 六十级T1法袍套装模具 现在陆里也有些感慨 没想到会出这么好的东西 这可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传奇装备啊 熔火之星是必出传奇装备的 尤其是噩梦难度 任何一个boss都会出 不然的话 这游戏真的就没法玩了 凭什么赛手和有钱人一身传奇 大家伙就一点希望也看不到 虽然噩梦难度 对大部分人来说 几乎没可能染指 可至少也是一种希望不适 三十分 花底离情迫不及待地说道 陆里焰下去 十五分起拍的话 一下子飙到了三十分 起拍分数就没什么意义了 裁决之间的规矩 黄金装备没有基础分 谁想要随便出个分都能拿 如果没人抢的话 一分也可以拿到手 只是攻略团不可能有 谁需求黄金装备 然后是暗金装备 五分起拍 暗金套装部件 和普通的传奇装备一样 都是十分起拍 十分起拍 并不意味着 十分就能拿到传奇装备 没看到刚才一件暗金装备 都飙到了六十分 最后是传奇套装 和传说装备 最少也得十五分 只是这个级别 装备出的特别少 很多人见到没见过 四十分 这会儿 可不是互相谦让的时候 立刻就有青城运出了四十分 他们原本是没有裁决之剑 DTP分数的 但是作为外员 额外赠送了一些分数 相比较裁决之剑 本土人士 尤其是花底离情这种分霸 他们其实 没什么竞争力 五十分 花底离情 不为所动 六十分 短路网上加了一下 他又不是笨蛋 就算拿不到装备 也不可能让花底离情 用太低的分数拿走 不然的话 分霸会一直都是分霸 双方互相较劲 最后分数 停留在120分 花底 这两位不是不想争 而是实在没有DTP了 这可是传奇套装啊 就算300分 也必须值 120分 属于极为低廉的价格 淘汰下来的这件法袍 等我升到六十级 短路 你拿去用吧 花底离情 并没有因为别人 抬他的分而生气 只要不欺负他妹妹 他很少和人置气 谢谢花哥 短路却有点不适应 他是身体有病 不是脑子有病 当然知道花底离情 身上的装备 是个什么情况 半数传奇 是最骑马的 而最重要的法袍 显然也是传奇 说是淘汰下来的 其实照样可以秒杀 游戏里99.9%的法师 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 还有没有吧 梦梦 快点 别磨蹭 花花等会记得 给他包个红包 陆梨说道 好呀好呀 一直看花底离情 没什么表示 残梦正失望呢 这会儿听陆梨这么一说 立刻就来了精神 骑士项链 哎呀 这回可能又有的 真了 传奇类手势 低价 不如套装 但是这只是表象而已 刚才拿法师套装部件 只有三个人争夺 现在这法系的 启士项链 却足足 陆梨都不想去数了 因为这件装备 大众的属性 只要是魔法职业 都可以参与争夺 乃奇也不例外 十分起拍 大家开始吧 陆梨探导 他其实很想 直接分给三月宇 或者猫猫爱吃肉的 毕竟是赛首 但是他不可以这么做 任何开荒团 都不会这样做 俱乐部确实会把装备 优先提供给赛首 可是也得要点脸 不是 难道大伙一起进副本 灭得死去活来 合着就是看你团长 给赛首插装备来的 第1358章 五狗 一时之间 场面有点冷清 没人出分 不是说 大家不识货 这东西 谁都能看出来是极品 只是 DTP少的人不敢出手 而那些分霸们 还在观望 没人要 陆梨凉凉的笑了笑 没人要的话 我就随便丢了 30分 花底离情出分 其实他也知道自己 不可能拿到这件饰品了 但是总要有人抛砖引玉 不是 至于说 万一没有人和他争 他也不会客气的 80 100 分数 1.1点的被抬高 最终是星星囊囊 以185分 拿下了这件装备 居然比T1还要多 算是将星星囊囊那点 DTP彻底清空 他这次副本后面 没指望拿装备了 陆梨 无话可说 三月雨也不是出不起这个分数 可是付出这样的代价 不值得 这项链之所以能够拍出 这样的价格 主要是因为 能够用的人多 倒不是说 他比T1套装更极品 单算属性的话 这项链显然比不上 刚才的T1法袍 还有吗 还有一本技能书 残梦摸出来一本技能书 嘴都的老高 完全没了刚才属前的 开心 不仅花底离情 给了他金币红包 心形囊囊也给了 魏雨格 想把小红手拐走的心思 从未断绝 所以给的红包 自然也十分丰厚 发出来看看 算是最后的收获吗 陆里很好奇 是什么东西 凝神射击 残梦把东西展示了出来 虽然大家都宠着他 但是他还没交纵到 敢摊掉装备的地步 陆里明白他什么意思 本来队伍里 只有他一个小猎人 出了猎人装备 自然就是他的 可是现在多了一个胡子喳喳 他就没以前那种待遇了 你们俩出分吧 就不用拍了 每人私聊 给我一个分数就好 一本技能书而已 没必要争执 而且这个技能 属于辅助和PVP技能 残梦和胡子喳喳 都不是PVP玩家 对他们来说 技能不是很重要 唯一需要考虑的是下一个 BOSS马格曼达 打马格曼达 必须有猎人 会凝神射击这个技能 用以驱散 BOSS不时使用的激怒效果 不然的话 很难打得过BOSS 胡子喳喳私聊给陆里 一个数值是25 残梦私聊过来的是50 分数相差有点大 技能书自然是残梦的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残梦有点亏 其实30分就可以拿到技能书了 但是这种安排的规则就是如此 而且残梦显然也不差这些DTP 他是陆里团队的小元老 一向拿装备都是低价拿 妥妥的一个超级分吧 把技能学掉吧 看看还有没有 没有了 残梦摇了摇头 要不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陆里征求大家的意见 打掉一个BOSS 已经让陆里很满意了 想要打掉第二个BOSS不太现实 而且开荒这种事 不能太急 如果毫无节制的一个进攻略 很容易损伤队友们的积极性 甚至让有些心理素质比较差的队友 对副本生物痛绝 我们不打BOSS 可以打小怪啊 打小怪练级多好 洛英回忆眼睛在发光 他目前等级榜第二 仅次于荣耀之都的练级狂人 百思不得其解 百思不得其解 据说马上就能升60 也就是这两天的事情 而洛英回忆同样只差了10%不到的经验 花底离情等人也差不多 这队伍里算下来 居然有好些个人 都只差了20%不到的经验 洛英最近忙得没什么时间升级 他在河水精灵一期打22 所以经验值差了30%多一点 外面练级的速度 即便是找对了合适的怪物 也比不上在副本里打小怪 前提是别灭的死去活来 洛英回忆今天升了好几个百分点 所以还想着再接再厉 想练级的留下 不想练的就先走吧 陆离不可能要求大家留下来练级 但是结果出乎意料 居然没有一个人想走 好吧 既然大家都不嫌累 这么多人一起练级 陆离求之不得 就凭单个人或者小队 可没办法在熔火之星的小怪面前立足 回头 把刷新出来的怪物清理掉 又 获得了经验值若干 还有一些装备 少量的暗金黄金 大部分都是青铜黑铁 附魔师可以把大家用不到的分解成材料 甚至连白板都偶尔出现 那就完全是丢商店的东西了 因为老一boss被干掉了 想要继续杀怪 就只能往前 时间还有一些 洛英回忆距离升级又进一步 求哥哥告姐姐的鼓动大家继续 陆离无所谓 既然大家同意见识一下后面的小怪 他也没理由反对 而且单就练级来说的话 后面有一种怪 显然更加合适 打了几波之前见过的 终于见到新怪物 蔚蓝海风朝一个山洞里 探头看了一眼 回过头来的时候 脸色发绿 里面有很多怪 很多很多怪 陆离上去 看了一眼 确实是很多很多怪 传说中最丰厚的 经验刷新怪 烈焰小鬼 闪亮登场 烈焰小鬼是一号boss到二号boss之间 几个山洞里刷新的怪物 其实大部分都可以不杀 直到大家发现这些怪物丰厚的经验值 一个山洞里 少说十几指 多的时候好几十个 都是62级的精英 这些怪物攻击不高 血量也不丰厚 就是仗着怪多欺负人 然而只要MT的血量够多 火炕够高 就足以抗住这些怪物 尤其是火炕 这里算是有一个检验火炕的地方 和boss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这里可以布置一个MT去拉怪 蔚蓝海风发现的这个山洞里 有四五十只怪物 如果让它一个人上 那是十死无生 陆离先是让大家清理出一片地方 然后让残梦朝里面设了一件再假死 跑出来的怪物 没有了仇恨之后 就开始分散 三个MT各自拉住了一些怪物 漏网之余的 可以由月光和输出骑士负责 圣骑士穿上防御装备的话 只要有几个拉仇恨的技能 就可以冒充一下NPC 对付其小怪没什么问题 普通的团队在这里或许会团面 因为小鬼攻击虽然不高 却带有可以叠加的持续伤害 输出职业不够给力的话 不能及早地结束战斗 持续伤害累积起来 也能够干掉拉怪的人 陆黎他们没有这种忧虑 一直被骂很惨的几个法师 这会儿终于扬眉吐气 他们的暴风雪 对小怪伤害最高 树式的流星火雨也不错 小鬼们很快全都化成了 经验值 实在太棒了 我发现这些小怪经验并不低 当大家都为 小怪寒沉的掉落无语 洛英回忆 却只陶醉于 这些小鬼丰厚的经验值 不掉装备算什么事 只要有经验就行 后面又碰见了几卧小怪 让洛英回忆的经验条 又跳了几次 虽然还不足以升到六十级 但是在等级榜上 赫然跃至第一位 这姑娘被压了很长时间 而今终于扬眉吐气 当五指熔岩恶犬 进入视野 陆黎就知道今天的活动 应该不会再有收获了 蔚蓝海风上去拉怪 直接被秒杀 换成三个人去拉 也照样被秒 团灭了几次之后 才发现 只要有两只或者以上的 熔岩恶犬攻击几个目标 就会触发一击必杀的效果 最后得到的结论是 必须有五个人去拉 一人拉住一只 可惜时间 已经不足以再继续下去 大家收拾了 一下之后 如实回程 第1359章 宁神射击 第二天上线 还是要和熔火之星死磕 裁绝之剑 就是曙光的风向标 他们不是最早开始 开荒熔火之星这个副本的 然而随着他们 打掉老一的风声传出来 大批的俱乐部工会 都开始组织开荒团 开进熔火之星 不进则退 落后就要挨打 这道理没有人不懂 而且比不比得过 裁绝之剑是一回事 有没有行动 是另外一件事 人总要有点梦想 万一实现了呢 当然 努力不一定成功 不努力 一定会很舒服 钟小型的工会 很少还有谁不自量力的 想要开荒熔火之星 曙光这么大 游戏元素丰富 搞什么 都有前途 虽然老一已经打掉 可是隔了一夜 是很长的时间 前面的小怪 刷新了不少 陆离带着大家 必须一路清理过去 收获不少的经验 洛英回忆今天 妥妥的 能够升到六十级 其他人也相差不远 如果能打掉两个 BOSS的话 就连陆离 都差不多能够六十级了 很快就清理完小鬼 见到了第一个五狗 组合 昨天在这里 灭了团灭了几次 倒也摸清楚了 这批怪物的特点 陆离按照昨天摸索 出来的策略 指挥 我标记符号 五个人来拉怪 一人拉一只 都不云 许多拉 然而这一次 还是团灭了 因为熔岩恶犬 被击杀之后 居然再次爬了起来 拉怪的人一时不察 结果接二连三的倒替 场面一时大乱 五只重新复活的 汪星人主宰了战斗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这些怪物是会复活的 必须一起击杀 不然剩下的怪物 会复活死去的 陆离道破玄机 如果让大家一点点地去试探 也能发现怪物复活的秘密 但是那样实在太浪费时间 从头再来 这一次几个人 各自拉住一只怪 惠群弓的职业释放 AOE技能 盗贼战士这种 则负责平衡 这些怪物的血量 哪一只的血量学一些 他们就重点照顾哪一只 并不是说 这些怪物 必须丝毫不差地 在同一时间杀死 毕竟那样要求太高 正常情况下 都不可能完成 或者的熔岩恶犬复活死去的那些 有一个小小的时间差 只要在这个时间差里 把怪物全部杀死 就可以无虑了 而且 就算熔岩恶犬复活 拉住重新打就行 也不至于盗团灭的地步 说起来 容易做起来难 不知道多少人过不了无狗之道坎呢 消灭了第一波 无狗 后面就简单多了 在第二个 BOSS马格曼达面前 大家获得了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 马格曼达是火焰之 王拉格纳罗斯 最宠爱的宠物 猎验行者 鲁西弗龙保护着他 据说当拉格纳罗斯 被囚禁在元素未面时 曾以被俘获的敌人的尸体 喂食这头巨兽 马格曼达 由此成为火焰之王 忠诚的蒲丛 有消息了 但是对方要价非常高 庚昊三接通了陆离的通讯器 只是一本技能书 要2000金币 也实在太过了 陆离觉得挺无语 现在金价不复从前 但是依旧坚挺在30比1的位置上 2000金币 就是6万现实币了 他现在家大业大 确实拿得出6万块 却也没有当冤大头的觉悟 想当年他上辈子进游戏那会 凝神射击10个金币都没人要 没错 他让庚昊三帮忙收购凝神射击技能 马格曼达最屌的地方 在于他的群控和激怒 群控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 而且至少还不足以致命 可是激怒就不一样了 这是马格曼达赖以团灭无数团队的基础 以至于诞生了一条铁则 如果队伍里没有会凝神射击的猎人 这boss就别浪费时间了 残梦已经有了一本 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激怒的问题 但是这还不够 想要击杀马格曼达的希望不大 陆离他们的等级不足60 各个都有等级惩罚 MT还享受着碾压的待遇 如果有两本凝神射击技能书就好了 除了鲁西服龙调 凝神射击一般会在40多级的沙漠石人花怪物 沼泽污染者之类的怪物爆出 这两种怪物不算主流的升级怪物 刷新不多 位置也比较偏 裁决之间这么多人都没听说谁有 可想而知这种暴率有多低 跟号三联系了一下几个比较大型的拥兵团和黑市商人 终于得到了一点消息 有个团队手里有一本凝神射击 本来是已经分给了他们队伍的猎人 只是猎人前几天一直有事没能上线 所以在团长那里放着 有冤大头高价购买 他们当然求之不得 只是在价格方面双方产生了一些分歧 该团长要求狮子大开口 要求8000金币 二三十万现实币啊 对于普通人来说 玩个游戏赚十万块钱 都可以说是一件堪称神奇的事情 可惜跟号三不是傻逼 怎么可能会拿二三十万现实币买 一本作用极其有限的技能书 猎人技能不太卖的上架 最好的技能书也就几百金币的样子 双方唇枪舌剑 价格目前已经谈到了2000金币 那个团长便再也不愿意让步了 和他说 1000金币如果卖的话我们就要 如果不卖的话就算了 陆离顿了顿说道 但是最好还是买下来 二团队打掉老一 估计有些难度 昨天杀掉了老一鲁西福龙 今天裁决之剑和魏宇格 又组建了第二个团队进本 试图让二团的进度也打掉老一 这并非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二团选择的是困难程度的副本 噩梦难度的鲁西福龙 毕掉宁神射击技能书 困难程度虽然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掉落的概率非常大 至于精英难度 那就别爆太大 只望了 如果能够顺利杀掉鲁西福龙的话 便有第二本宁神射击技能书 跟号三那边继续谈 陆离这边已经开始对马格曼达下手 无论如何 都要先了解一下BOSS的机制 等消息的过程中 陆离可以带着队伍多团灭几次 第1360章 狗王 他们答应了 不过 我自作主张给了1500金币 跟号三发来信息 接到这条信息的时候 陆离都不记得 这是马格曼达的第几次团灭 这个BOSS其实蛮厉害的 前期团灭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群控 而且是开战不多久 就群控 近战职业集体中招 仇恨系统彻底崩溃 摸索了几次之后 陆离让近战职业最开始不要输出 最起码要等第一次恐惧结束之后再出手 大家一起站在35马之外 等待 这是BOSS群控的施法范围 近战职业尽可能地躲 或者用自身的手段来避免被恐惧 MT就不太好梦了 蔚蓝海峰必须建立足够的仇恨 他没办法躲 最开始的情况是他被恐惧 然后保持最大距离加血的牧师 不得不上来解除恐惧 然后牧师和其他治疗也被恐惧 没有人给MT加血 MT无奈倒地 倒地自然也就意味着团灭 因为这种乱七八糟的战斗中 其他MT根本就来不及建立新的仇恨 闯进不一玩家的阵型之中 基本上就等于团灭 这是因为治疗被恐惧而造成的倒替 还有一种更直接的情况 MT被恐惧 仇恨程度减弱 远程职业OT 狗王冲过去 打开杀箭 达玛格曼达MT非常关键 必须在第一时间拉住他 而且必须要特别注意首发的恐惧 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 恐惧什么时候发生 然后是牧师 必须第一时间解除MT受到的恐惧 还有一个难点 在拉怪方面 正常情况下 MT都会将怪物拉得背对人群 这样可以一定程度减少大家被AOE的范围 但是在这里行不通 因为中间隔了一个狗王 牧师夹血的距离被无形之中拉长了 目前牧师的夹血距离是40码的样子 一个狗王就占了5码 如果隔着狗王给MT加血 那么牧师等治疗和狗王的距离 就是35码 这正好是狗王的恐惧范围 治疗如果被恐惧了 还指望谁来给MT加血 这些基本上都是恐惧造成的问题 可以通过一次次的团面来锻炼大家的反应和站位 很快就进入P2阶段 这个阶段除了P1阶段的恐惧和喷火 还多了一个火堆的存在 玩家厌恶地将马格曼达的行为定性为随地吐痰 马格曼达吐出来的东西 在地面上会形成类似于火堆的东西 这玩意只要靠近就有伤害 贴上去的话伤害更高 任何职业都撑不了多长时间 一般人只要脑子没问题 谁也不会去贴火堆 可是一旦被BOSS恐惧 那就属于脑子丢失的范畴 比没脑子还要可怕 好几次都是有人被恐惧着钻进了火堆里 幸好游戏还要讲究和谐 不然肉香味都可以弥漫整个副本 因为治疗压力特别大 输出职业基本上不要太指望 治疗能够抽出空给自己加血 像陆离就经常性地给自己扎绷弹 或者吃药 或者用回血的装备特效支撑 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是考验牧师的驱散能力 最坑的是 P2阶段间歇性出现的激怒 攻击力提升百分之百 攻击间隔缩短百分之五十 一定概率造成一击必杀效果 P2阶段还仅仅只是偶尔出现 已经对陆离这个团队 造成了多次团面 结果 一旦进入P2阶段 激怒效果接二连三的出现 光凭残梦一个小猎人 显然不可能完全驱散BOSS的激怒效果 凝神射击的效果 就是驱散BOSS的激怒效果 和狂暴不一样 曙光里战斗接近尾声的狂暴 是无法被驱散的 与此同时 也能驱散一些护盾效果 尤其是对玩家比较有效 所以这个技能更广泛的 被用于PVP 1500斤 陆离觉得非常肉疼 不过相比较于40个人 继续在这里浪费时间 去寻求那不确定的微小可能 这1500斤 还只能忍气吞声的话 根号三始终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 所以那个团长 并不知道是裁决之间的陆离 想要这本技能书 当然 如果这位团长知道买家底细 说不定会以更低的价格成交 毕竟能够教好陆离 这种游戏大神的机会不多 甚至还有可能他是陆离的粉丝 那样的话 根号三谈价格 也不用谈得这么辛苦了 然而陆离和根号三 都不是太感性的人 不会理所当然地觉得 别人都应该讨好他 其实 更有可能的 不是因为陆离 要买而放弃高价 而是开出更高的价格 一个普通人是买家 一个俱乐部老大是买家 能出得起的价格 显然不在一个档次上 同一棵树上结出的苹果 卖给平民区的穷人 可能一块钱一斤都卖不掉 但是卖给那些富人区的土豪 不好好包装一下 卖到几十块钱一斤 土豪们都不好意思将低个掉满 趁着团灭的 机会 陆离出了副本 拿到了刚刚买来的技能书 这本技能书 立刻就成了这次副本最大的投入之一 交给胡子渣渣的时候 陆离毫不客气地扣了他50分的DTP 胡子渣渣不仅不生气 还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 因为他已经知道 这本技能书的价格是何等的恐怖 比起一般的传奇装备都贵三分 一开始的时候 陆离就让大家知道 这本技能书值多少钱了 他不是那种默默奉献不求回报的人 他不说的话 别人怎么可能知道自己 占了多大的便宜 不然的话 胡子渣渣 很可能觉得自己出25分才算正常 毕竟他和残梦暗拍之前的本书的时候出的 就是这样的价格 一本凝神射击不够用 技能还没冷却好 BOSS已经又一次进入激怒状态 有了第二本凝神射击 至少在P2阶段 马格曼达的激怒 就不可能构成威胁了 有了新的技能书 胡子渣渣适应了 一下 又团灭了两三次 终于进入了P3阶段 P3阶段 其实没什么新意 甚至可以说就是 P2阶段的翻版 区别仅仅在于激怒的密度增加 而且这种增加 也不至于让猎人无法应付 理论上来说 两个猎人还是勉强可以完全驱散 马格曼达的激怒效果 前提是 他们必须听路里指挥 听指挥 狗王就是一盘菜 不听指挥 狗王就是神